好 他說下面哪些是這個完勝的隨機變數的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他說丟我們這個銅板 然後呢 以這個正面出現的個數 來做為這個隨機變數 X30或是Y 真不可以 有啊 他講的很精神對不對 什麼東西 然後需要成像出現成像結果嗎 所以他A不是可以的 好 B 呢 他說丟三個不均勻的骰子 一點數和拿來的東西 當做隨機變數 這個可不可以 這個也可以 比如說老師 可是它不均勻啊 不均勻沒關係啊 頂多只是機率不一樣而已 沒有人規定說那個 每個世界發生機率都固定的吧 宇宙主角這個例子好多 丟骰子 誰規定一手的骰子應該是正面方形的 我規定一手的骰子應該是正面方形的 可以吧 然後上面就1點 然後下面拿去6點 然後下面拿去6點 那就要丟 你覺得1點跟你的機率會比那個2345還還大 當然會啊 聽懂我意思嗎 沒有人規定說一定要帶得到G1的吧 對不對 但是你只要講清楚你的條件狀況還有點數和 那因為骰子的話就是1 2 3 4 5 6 所以它告訴我們年前講到那個所謂的這個 變數的一些規範 可是C的話可能可以 B所以B可以啦 C的話呢 它說有紅黃白球 若干格 這個就有問題了 才沒講清楚幾個嗎 所以換句話說我的機率勒 就抽不出來 對不對 又無法精拔算出來 所以C呢不能選 好 那豬的話呢也是一樣 就上面一樣 他說 一樣囉 有若干格喔 那麼 這個 抽中紅球 10元 黃球30元 白球5元 綠球0元 抽取一球 以 所得到的獎金拿來當成隨機變數 這個C跟D很像 但不一樣的東西是什麼 我拿一個球 紅球 請問你紅球代表什麼 什麼都沒有 可是真正有喔 我拿到紅球 就代表什麼意思 紅球 不是C 這個時候就有數字了嘛 對不對 就有意義了 因為我講隨機變數在講過了嘛 隨機變數兩個條件 第一個 它必須要是數字 第二個呢 必須要是 每一個XX的一個Y對應 對吧 可是像這個C的話 不能選的話 原因就是因為 除了你機率送出來之外呢 你也沒告訴我 那個顏色再把那個數值 數值是多賞 所以C不能選 會啦 好 那1的話呢 重複丟個彩 重複重複 一直到出現正面為主 以 所丟的次數呢 作為隨機變數 A8 因為我們所丟的次數的話 就是有數字的部分 對不對 而且呢 每一個XX都只有一個 一個Y能力 所以1也合理 所以答案選擇是 A1 數1 這樣子 好 OK 最後禮拜請上去 最後禮拜請上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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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